一群曾在杰双桥旧货市场摆摊的摊贩 一个多月前搬入惹兰雾沙一带的祖乌店继续营业 二手商店希望以全新的面貌吸引一批新顾客光临 来看记者陈运儿的报道 在杰双桥旧货市场原址不远处的这两家店铺 是20名老摊主的新落脚处 一个半月前志愿组织Saturday Movement 帮他们租下店铺安排重新营业 虽然开张以来生意平淡 但受访摊贩没有一丝怨言 摊贩们表示 平日里光顾的多数是老顾客 但每逢周末就会有三两年轻人前来尝鲜 像我们很喜欢这种东西 因为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 我们觉得很怀念以前的东西 会很新奇 会觉得很新奇 来看一些回忆 我觉得是一种回忆来的 虽然没有那一边的那么传统 虽然是个店 可是我觉得 要一些老朋友聊聊天 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给他们 志愿组织希望通过环保二手店的概念 摘掉人们对回收旧物的负面标签 组织目前和本地几间艺术学院洽谈 希望通过学生之手将旧物升级再造 用新商品刺激买气 感谢观看